那我就开始了 时间挺晚的 我尽量不耽误大家吃中午饭 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目前可能最有名的头衔 是宇人生喝酒幸运小组的创始人 包括菜叔、马山一 今天参会的几个都是我们的沟通创始人 以前是个马拉松爱好者 现在这个身材应该不行了 然后之前写过一些书 我不知道有没有我录制 Kubernetes全力之难 有 有何几个 然后反正之前有很多 然后现在是华文云的SRE工程师 基本上讲是给运营工程师做工具的 这样一个角色 然后我的公众号叫伪架构师 因为我一直就在做所谓架构的工作 但是也经常不知道是到底在干人吗 那言归正传 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 其实有一部分是我们在华文云的实践 然后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一些感悟吧 然后技术内容不是很强 主要是一些思考方面的东西 那讲的是从一个新闻开始 前面也觉得EHQ有一篇报文 说DevOps已死的 然后从这个开始讲 然后讲一下我认为的所谓平台工程的概念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回到主题就是极群多还是多极群 那这个事情其实是以前我有一个朋友 我们在聊大数据的时候 他说很多地方的这个所谓大数据 其实是假的 这个叫数据大 它可能有这个几批甚至几批的数据 但是杂乱无章 然后反正就是说 每次都是到这个百八十个数据员里面 找找找找找找完了之后导出一个Excel 就把事儿端了 这个叫数据大还是大数据 那我觉得刚才我们讲了半天呢 也是多极群还是极群多 我们怎么来做管理 然后最后再一些现况 那首先呢 就是这个是那个EHQ的以前那个报款文章 叫DevOps已死 平台工程才是未来 那这里面简单说呢 就是说这篇文章的开端讲的是什么呢 开发者并不想做运维 因为工程师很累 他不仅要写代码 还要运行他们编写的这个代码 然后这样子的话实际上说 我们正常来讲一个人的那个 一个人知识体系 他肯定是有个偏重的 你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六变形战士 然后呢 所以呢 正按照这个人类的这个思维来说呢 你肯定是说在你的这个长处多发展会更好 然后第二个呢 是这个反模式 这个我想在场有很多是那个团队里面的骨干 那我们这些骨干工程师在团队里面经常会变成一个这个 变成一个这个高级打杂工 就是说一边写的代码一边要带着人 然后呢 尤其是在这个 在这个谁开发谁运维的这种 这种理论的指导项呢 就是说我们 我们其实有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技能 那都需要我们的这个这个 这个骨干工程师来来那个帮他们 带他们 来一起干活 那这样子的话实际上就是说让这个高级工程师没有办法做他最擅长的这个高级的事情 然后那个运维工作呢 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其实很多时候呢 都是集中在CICD这边 但是呢实际上这个运维场景是非常多的 包括这个配置啊依赖啊 跨环境啊 安全管控啊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运维的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这些东西的话就简单把名字列出来 我想就很多所谓那个全站工程师啊 因为现在的这个全站的这个这个深度是深度和广度都非常大的 这是很难覆盖的 然后呢 这里面其实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这个谁开发谁运维的这一个东西的这个这个内涵就非常的宽广 然后呢他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Google或者AWS 然后这些先进的组织来说呢 他们他们实现这个东西 简单说就是说这个水平高嘛 或者说他的平均工程师的平均素质比较高 他们是可以完成这种那个高难度操作的 但是说对于很多公司来说 因为你不是Google很简单 可能就做不到这么完善的一个结果了 那这里面呢 所以说就演出一个叫平台工程的这个事情 那平台工程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在哪里 好 那这个奖上 这个奖上实际上就是说它这个 这个 这个标实际上是说 它是一个在那个炒作初期的一个产品 但是说它的那个它的那个期待的那个成熟期呢 只有二到五年 所以说它应该是一个技术技术比较好 但是现在刚被发现的这么一个方向 那我们就就说说到底说这个downloads这个事有有有多烦人 所以说首先是这个原生工具的一个恐慌 我们这里看到这是那个Cinsight这个Lenscape的一个截图 那这里面有一千多个画片 然后呢 那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想用一个东西的时候 这几个随便问几个问题 比如说License 你都能不能背下来 我们常用的大概是七八个这个 这个 七八个License 然后每一种用法 如何规避 怎么做这个开源义务 其实都是有不同的那个要求 然后第二个是说做选型 你看我们这上面的这个图里面 每个大方块其实它都是一个那个 都是一个那个相借或者相同功能的 这么一个那个一个叠加 那我们比如说拿这个Docker和Podman 就这种同类工具我们怎么做比较呢 然后呢 还有呢 比如说这个下面两个这都升级的问题 我用了两年之后用了好好的 然后突然发现要升级了 比如说有安全漏洞啊 什么这些事情 那怎么升级 然后就我采用的时候很欢乐 然后我摸索了半年把它用得很好 然后结果呢到升级的时候 垮在这儿了 动不了了 这怎么办 然后这就是这个 对于这个License License这个热门的这个生态来说 其实它后面已经 已经藏了一些这个难题 那License和其他的开源的这个体系 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是我在工作中总结出来一个事情 就是说 首先它不只是一个工具了 它是一个生态 然后呢 它对我们的这个 尤其是我们那个企业的大IT环境来说 它不再是一个点缀 而是一个骨干 然后它的这个整个它跟生态的 它跟我们那个企业IT环境的这个 这个结合呢 是从这个鱼骨模型到双螺旋模型 其实这三句话 简单讲 举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OpenStep 它这个生态是非常那个 也是非常庞大 非常完善的 但呢 即使这个强大如此呢 它到了这个企业IT的环境里面 它是要老老实实的 按部就班的 就是说 这条主要的这条这个脊椎谷呢 它是实际上是我们那个企业IT的主线 所有的这个开源工具 不管你是这个虚拟机 还是那个数据库 按部就班的分布在这些 这些小刺上面 然后呢 但是说 如果你想拿这种方式来套到原生的话 那你可能会非常难受 因为什么呢 它是自带了 它自带了它的这个方法论 我经常说的就是说 如果说你能够写好那个Docker File和那个Yaml的话 那么我们 微服务12要素里面差不多 你能符合9条 也就是说它本身 它的这个表达 它的构建 这东西都是自带体系的 然后呢 所以呢 对 对 对这个开源生 对开源生态 对这个原生体系呢 一定要是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这个拥抱 和融合的过程 而不能说简简单单说把它拿一个工具 像装一个VM这样子 就把它 就把它用了 这个是 不现实的 而且一定会 有些难受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开源软件 其实那个我想可能在场很多朋友都试过 说在在社交网络里面这个做一个选行 刚才那个刚才的那个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问的就是选行的问题嘛 其实成功的采用开源软件 是挺困难的一个事情 像那个华为云的那个开源 开源的这个引荐是有一个非常 非常阳苛的流程的 那像刚才方才讲的是这个项目健康 这个问题 那这所谓多样性呢 就是有 有多少不同组织 不同机构的人 在给这个项目做贡献 这样子的话 防止说某一个组织说 我不赞助这个项目了 这个项目就这个继续不下去了 那有基金会支撑的 比如说CNCF 或者阿胺奇这样子的 那肯定会 让你这个项目的这个连续性可能会更好 那活跃呢 就是说它 简单说 它每个月它有多少PR上去 然后如果有医术的话 第一个非机器人的回答是多久 然后多久 多久之后 这个医术能够关掉 这都是这个项目健康度的 一个简单的行列 第二个呢 是合法合规 那这里面就是说 除了这个本体 是不是合法合规 刚才讲 就是说要那个license 我怎么遵守 但是呢 那它下面的依赖呢 依赖怎么办 我们现在 又有很多 叫S-BOM的这个 这个技术 就是说用来分析一个软件 它的那个 它的一个整体成分 如何分布 每一个成分 是不是合法合规 然后还有呢 这个授权限制 比如说最近的这个 这个所谓贸易战 什么这些东西 我们是不是能够 就我们在国内 或者是说 在某些其他国家的市场里面 用这个软件 是不是这个合规的 然后还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呢 就是前面 前面可能都是社会性的 法律性的东西 然后这个技术问题呢 就是说 有很多新兴的工具 像我 像我以前写 我写文章号里面 可能我推荐的十个工具里面 那类比能有一个说 能够那个 能够一直活下来的 这其中其实有一个点 就是功能完备 就是你用的时候 你的 你琢磨它的那个主要功能 那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实际上如果说 在长期运行的时候 比如说它的稳定性 可靠性 安全性 这个方面 其实经常会 会有一些问题 那个 让你无法 在生产里面顺利使用 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使用的难度 你的那个 做运煤的时候 你受不受得了 比如说 像说这个多基群这个事情 运行这个一千个基群 其实装一个基群 快五分钟嘛 然后我只要有十几个人头 把这个基群装起来就行了 但是说 这一千个怎么管理的话 就什么大问题了 然后它什么 能不能备份啊 什么这些事情 其实像K8S 应该是热了很久之后 才开始出现它的这个备份工具嘛 这其实都是我们在 在企业里呢 采用这个 采用这些开软件的时候 都会遇到一些实际的困难 那所以呢 这里面就 就那个出现了一个 这个其实不太新的一个平台工程 它简单来说呢 其实说就是说 用一下一个平台团队 然后来做一个这个内部 内部平台 然后来提高 业务导向团队的这个交付速度 简单说 这里面写的是说 它是设计和构建工具链 和工作流的一个学科 然后呢 平台工程师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主要工作 就是提供一个产品 然后来那个覆盖应用程序 整个生命周期操作需要 这些都是 其实都是 反正你上Google百度搜一下 都能看得到 那我这里面 结果我们在那个华为医院SIE 的那个工作过程呢 我总结是这样子的 平台工程它管理的东西是什么呢 一个是 三个大的那个支点 一个是基础设施 一个是工具和API 一个是规范 那平台工程呢 它它把那个基础设施管理起来 它负责对这个对业务团队 或者说这个业务应用呢 它基础设施做一个供给工作 然后呢 它交付这个工具和API 给这个研发 或者这个其他的这个 SIE的这个团队呢 来方便他们的工作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它要制定 一系列的规范 就是说简单说 像那个API 一个业务有那个 上百个这个元素 到底应该怎么玩 这些东西 是不是你可以随便的那个 随便打 这里面其实都应该 有一些规范在在实行的 实际上这个东西 在没有云原生之前 我们所有的大远的企业 应该说都会有自己的各种 那个奇奇怪怪的规范 那到了开源世界 这个这个东西 其实变得很重要了 那我们这几个支点 他们的这个作用呢 是规范是用来 这个治理这个技术设施的 然后呢工具呢 就是说我们工具 是要内视这些规范 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这个技术手段非常丰富 所以呢 我们认为 规范不能是一个TXT 它应该是一个可视频文件 我们的工具应该 天生支持这种东西 那正向来说呢 我们应该能够生成规范的东西 反向来说呢 我们应该 应该能够 block 掉 阻塞掉这个不规范的东西 建设到我们的系统 然后呢工具和 API 同时也会这个 这个对这个基础设施 进行隔离和抽象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有这个 有整个的一个这个 一个大平台 来那个 来完整对整个这个 这个IT生态的 这么一个支持 然后这就回到说这个基础多 还有多基础的问题了 实际上说这个多基础 这里面的话 我们在那个 实际上 有很多公司的那个基础 其实就是业务 建设思路保证目的都有不同 然后呢 不同的团队呢 也是说这个 用法也是这个五花八门的 还有一个呢 团队之间的支持技能 它不好共享 就有可能产生一个 快的越来越快 然后慢的越来越完 甚至说 我为什么要上这条贼船 加一种这个疑惑 然后那个 重复建设和这个步调混乱 就是说 可能说A团队说 我今天做了一个特牛的工具 分享一下 然后B团队说 这是我去年玩剩下的 这种情况 其实在那个 在这个多组织 那个多组织 各自为政的情况下 非常非常常见 比如说像 这点画小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 这个用户 不同水平的用户呢 他其实他玩K1S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下面这个小蓝人呢 他可能会比较初级 我把 我用CSD 能把东西打到K1S 自己选上我就赢了 我就已经原原生化了 对吧 然后 左上角这个呢 那我 我搞定了调度 我甚至还能伸缩 轮件控 那我觉得 我 我达到了原有的那个 原有的这个虚拟化的 这个运类水平 然后右上角的这个呢 那他可能用了更多的高级特性 比如说策略管理 比如说EVPF 我 还有一些更高级的 这个 这种 自动的 灰度啊 什么这样的能力 很明显 如果说一个公司 有三种 有三个这样子的团队 他的这个 他这个这个 这个群一定是 那个差异会非常大的 啊 所以呢我们 我现在 我现在在 在华雲做的这个 参与的这个 这个工作主要 就是有一个 叫Classcope的 这么一个平台 然后 然后我主要是 在 在那个搞这里面 一个叫Cognitive Manager 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其实它不是一个 那个 不是一个前面说的 这个ClusterNet 或者是说 Kamada这样的一个事情 它主要是一个 主要专注就是在 这个规则的这个 制定和执行方面的 这么一些事情 然后呢 那这里面 其实就刚才讲到 这个规范是个 非常重要的东西 这里面就是说 我强调说 把技术关在笼子里 只要说去年一年 我差不多 我花了大多数时间 就是怎么样 怎么样让用户 别那么自由的 使用容器和支取 那这里面 比如说 像刚才说的 这个原液体系的融合 那去年我有段时间 我的签名是原液 成功标签工程师 就是说呢 我 那个我参与制定了 一个 一个内部的规范 叫做Kubernetes的 工作负载 和那个Eastio的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是怎么 怎么样那个 怎么样结合起来 就是说简单说呢 它有 我们用这个CSD的工具 把必要的这些规范 内置到各种流程里面去 然后呢 已经有的这个可观测性体系 通过标签的方式 和这个原生生态进行融合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实际上没有K8S之前 我们也都有各种这个观测 观测能力 但是说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那我们也不能说 原来的东西真的就砍掉了 你看砍掉的是 人还是基础 就很难讲 对吧 所以怎么融合呢 我们首先是说这个 定了一些这个 定了一些标签啊 然后TIS啊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呢 我们为了不增加这个 开发者的负担 把这些东西 内置到CICD里面 根据它的这个 比如说 比如说它的产品书位置啊 或者说各种那个编码 把这些东西 自动的打到我们的这个 阳光里面去 然后再通过这个 这样子的话呢 在这个开发者物感的情况下 把它完成一个 这个初步的规范化 然后呢 在罗米秀斯和这个 其他的这个 老牌监控之间 使用这个 一个是这个 大数据的融合 另外一个是说这个 这个相同体系的标签呢 就能够达到一个 这个统一 统一这个 观测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 第二个是这个 最佳实践的广泛应用 那这里面 其实说 第一个是这个 Doc file的规范 这个我想大家在写 Doc file的时候 如果用那个 Lens code 或者是 比如说 RDEA的话 其实里面都会有 相用插件告诉你 你这一条写的不好 那一条写的那个 危险 这样子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 我们都可以直接 内置到我们的这个 CSD工具里面去 然后呢 公布团队的这个 这个公布团队的规范 这个其实就挺难的 因为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一个太太灵活的东西了 这个我是怎么做的呢 我从那个我们的这个线网上面 拖了大概 大概十几兆的那个 那个样子回来 然后呢再写一个脚本 就是不停的跑 看它每一个元素 到底有有多少人在使用 然后呢 根据这个用法 在那个总结出入端的模式 来来把它形成最终 我们的这个这个规范的全文 然后生 用模板的方式提供给那个开发者 这样子的话 开发者只要选就行了 你不要再给我写那些什么物点 什么那些东西 因为很容易写出事嘛 然后最后呢 就是说 就是前面还是讲的 有正向 前面有正向设计 后面再有一个这个 这个副向设计 就是就是说 用这个OPA Tibono啊 这些这些策略引擎 来做一些这个静态的检查 和这个动态保障 然后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呢 第一个是容器镜像生物周期管理 这个像前一段时间的这个 Log4J的这个漏洞 然后 像那个 像金涛这边一直在写的 或者说隔一段时间 我们会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这个 这个通用 通用的这个漏洞的发现 C3E啊 这些东西 那我们对这个 镜像的生物周期管理呢 实际上是有一个这个 这个长线的那个 长线的保障 就是说 包括我们 是不是采用了 合理的这个 合理的这个 基础镜像 然后基础镜像 是不是有问题 那然后 一段时间之后 它是不是过期 那这些东西 都会有一个 持续的这个检测 那这些检测 如果说发现 谁家的镜像有问题呢 那我们就把它那个 通告一下 就是一个 一个不好听词 限期整改 是吧 然后呢 供应量安全呢 这一块其实 这块其实CNCF 有一个白细书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简单说就是说 保证我构建出来的东西 一直到运行的时候 它是那个 它是安全的 没有被篡感的 这样子的话就防止我们 这个意外引入一些 这个奇怪的东西 到我们的基础里面去 然后呢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大难点 比如说这个 公有云上面 的所有的东西 它可能 尤其是我们做公有云 技术设施的话 所有东西它 都是在多个站点上 运行的 然后给不同级别的 这个用户来服务 那我们在更新一个组件的时候 更新一个公演服务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多个AZ 或者REGEN之间 它有一个这个 逐步这个回度的 这么一个过程 那我们称之为浸泡 那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之内 我们的新版本可能会 这个逐步的那个 向那个全世界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REGEN进行发放 然后呢 还有这个工作负载变更 这个这个分控流程呢 以前的虚拟机的分控流程 相对来说 是比较直白的 但现在原生的话 这个这个这个策略 就非常复杂 比如说我对一个 那个地方们 它的那个变更 这里面是实际上是 几十个那个 几十个那个 那个常见的那个 任性的 常见的分线点 我们如何控制它 比如说我改一米纸 如果它的分线是五分的话 那我改一个 replaycast的那个 那个数字 它是不是说 它风险应该是更高 还是更低 那这些东西 都是需要有一些 这个 有些这个建设和判断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能力的标准化 那这个标准化呢 就是说第一个是说 这个环境的标准化建设 什么样的节点 可以进入到集群里面 然后什么 这个这个 进入到集群里面的节点 发生变化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知道 这是一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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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的这个 环境标准化建设 第二是配置管理的标准化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配置 尤其是一些带模型的配置 它的这个变化 是由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来管理 然后怎么样能保证它的这个 它的那个 正常运行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就是说 刚才讲到的开源软件 很多的这个运营能力 它是不完整的 比如说那个 比如说 刚才说到的备份 或者是说一些那个 一些安全方面加户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需要 由这么一个平台来 来把它扛起来 就是说来负责它的 这个开源软件的 这个可用性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KYS 和E2 应用场景的标准化 这也是跟我们前的 最佳实践是那个匹配的 就是说我们应该 用一个这个不那么自由的方式 来给那个开发者服务 就回到刚才我说的话 我就是 我就是一直在努力的 掀成一个用户的自由 然后像这个 基础设施管理这一块 那我们基本上说 把这个 传统基础设施管理过程呢 转换成一个这个 用声明社API 自然对象的 这样一个管理 那这里面你看我们管理的 所谓的基础设施 其实是挺多的 有K8S机群和E2 这也是 大家都知道的 下面的虚拟机 网络中间件 那这些 传统的东西 我们一般怎么办呢 这里面其实 实际上我们是把它 这个分而知之的 就是说一方面呢 是说用那个 这个面向状态的 这种声明师的 IC API 然后那个 来把那个基础设施 做一个封装 另外一种呢 还会有一些 这个动作型的东西 那我们会把它那个 尤其是传统建设 积累了很多年 那这些动作型的东西呢 我们把它跟这个 API并列 然后最终用那个 provider或者说是 module的方式呢 来把它那个 进行一个那个 真正的面向那个 面向状态的 真的一个那个操作能力 就是在那个 在高层的抽象里面 把这个低层的这个动作 给它屏蔽起来 然后呢 工具建设呢 实际上就是说 就是讲这个平台里面 会 要包含什么样的东西呢 实际上就是说 这里面有 从开发这边到这个 CSD 它的文件检查 构建 然后环境怎么对接 怎么管理 还有这个 在IDE里面 怎么样来实现一些 在IDE里面 怎么实现一些 这个辅助开发的工作 然后呢 部署变更这边呢 刚才讲到的 配置 变更结果 监控反馈 灰度的 灰度是一个极大的工程 应该说是 不止 应该说 不能 不能简单地说 是平台工程不能解决的 这个 应该是 所有工友 面临的最大的 这个挑战之一了 然后呢 运维安全呢 就是说 包括这个 非常制度的建设呀 什么东西 必须要两个人做呀 或者是说这个 这个堡垒机呀 IC技术的这些运维呀 然后可观测性呢 那这个其实就 也是个大话题了 就是说我们如何 像我前面讲的标签 那我们如何把那个 把这个我们拿到的这个 监控告警这些东西 迅速地把它 跟这个业务联系起来 然后怎么样 通过这个 这种分层告警的方式 让那个不同的那个人 能够迅速地得到 他能够处理的告警 因为这个告警 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这个流动的东西 你你建设的这个告警 如果说从来没被触发 那它就是在空跑 如果它那个 如果它触发了之后 没有人能做事 那也 这也是一个无效的告警 就所有的告警 它应该是能够有一个明确的 这个图度产生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 大数据和专家系统 因为我们现在的 面临的这个数据 的确是那个 这个非常的多 所以呢 我们一般来说 还会有一个那个 稍微这个 稍微离线一点的 一个这个专家系统 来支持 尤其是对这个 前面部署变更的 它的这个 变更结果的 结果反馈来说 那我们对这个 对波测呀 这些事情 很多时候是要 依赖这种系统 来给我们一些这个 辅助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刚才我也讲到一个 怎么样打通这个 虚拟机 原生世界的这个 可观测性的 这么一个边界 然后简单说来说 就是说 从CICD 出发 它能够把这个 前面的这些 这个 按键生产 软件变更 配置变更 用这些东西 给那个 它的要求的 这些基础设施呢 基础特征呢 打到CICD里面去 然后CICD 跟这个运行环境 来那个进行沟通 来发布我们的应用 然后呢 持续保障和可观测性 和意识 关注我们的运行环境 来保障这个 服务的这个持续可用 然后呢 所以说呢 这里面简单说就是 先是一个 一个Slogan 就是它就是SRE的 能力中台 最近 最近 阿里分拆的时候 不是又有人说 中台已经死了吗 所以我现在 没想到这个 新的Slogan 然后 接受点例 接受点例 好 我的内容讲完了 我们还是一个问题 是不是 刚才已经讲得很透彻了 是不是 那就吃饭吃 干货很多 OK 那我们下午